四大公投案的決戰 倒數計時 藍綠大動員 國民黨前主席 洪秀柱炮轟民進黨說 愛台灣的愛法 就像林秉書愛高嘉瑜一樣 愛得要你去死 而蔡總統到台南 翻公投宣講時 卻被拍到台下上演 民眾大前席 有名嘴炮轟 民眾根本只是領便當 不想聽蔡總統說廢話 一人一八公投決戰 藍軍天王輪番上陣 偷罵民進黨逼人吃萊豬 其實是這麼愛台灣 他們的愛台灣 就像最近很有名的 林秉書愛高嘉瑜的愛法 愛得要你去死了 民進黨也瘋狂動員 但12號蔡總統台南反攻投場 所謂在台上慷慨激昂 拼命將台下民眾 卻整群拎著包包準備離場 這畫面超尷尬 人家就是去吃雙煮菜便當的 那才是真正的目的 那個不叫說明會 那個叫做雙煮菜便當分送會 說的那些都是廢話 誰要聽 從頭到尾就是謊言跟廢言 更有人掀出過去小英愛將 范雲的影片 范雲曾痛罵蔡英文破壞藻礁 他根本就是一個塑膠 遵守你們的總統候選選前的承諾 承諾什麼藻礁永存 我所看到的最可笑的就是 中油告訴我們 各位中油的保育計畫 你敢相信嗎 有點不敢相信了 中油的紀錄這麼長 我超級感動的 范雲真的是講得慷慨激昂 而且是一針見血 直接就狠狠的打臉了蔡英文 那我也跟范雲講就是說 你不覺得說真話的感覺很棒嗎 幾倍自己回力比要打到 已經快要變豬頭了 四大公投倒數計時 卻有人發現蔡總統過去這競選影片 突然被隱藏 消失不見 我有大酸你藏影片是考試太爛 直接撕掉成績單嗎 歲月是照妖境 連蔡英文的臉書也是照妖境啦 基層民眾的痛苦一天比一天深 這個高官歌舞生平 只知道騙大家吃癌豬 騙大家打疫苗打高端 完全跟整個社會脫節 他當然要下架影片 蔡政府上台五年 如今為反攻投無極限 挑戰人民忍耐的底線 記者張正銘 李玄 SNG小組 台北報導 記者張正銘 李玄